我自己端面验货 眼镜拿来 眼镜给我 法圈 准备两杯咖啡 我粉丝很多啊 那你会帮我修一下 你不要修 不好意思 我们总监还在开会 请在那边稍等一下 你自己去下载美图瘦秀 什么美图瘦秀多久了 你们做代购会不会很辛苦啊 还是可以边玩边工作呢 你们做代购只是兴趣而已 反正都要出国去玩 顺便带点东西回来跟某碗分享 来 那个包 不是巴黎最新款吗 当然 我们昨天晚上直播就是卖这款包 你们公司要跟我们签约 都不用看我们直播的吗 对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包应该是巴黎昨天早上 十点在拉法叶开卖的 可是你们昨天晚上 八点就在工作室里面 直播卖这个包 假如你们真的买了这个包 又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了机场 又刚好坐上了 十二点十五分的飞机 如果飞到台北的话 应该是今天早上 九点五十分 可以告诉我 你们是怎么从巴黎 瞬间一登到台北啊 因为我们是VIP啊 所以我们会有比较多的 这个牌子从来没有给VIP 提前供货的规矩啊 所以你们拿的那个包 基本上不可能是真的 想知道为什么缺割时尚 可以在两年之内 成为使用率最高的女性平台吗 因为每一个在我们平台卖出的商品 都有经过我们的见识部门 还有专业的法律团队 来击查货物的来源 假如你们卖的任何一样东西 有一丝丝的作家 哪怕只是一颗扭扣 我们缺割 这个市场一定会告你们告到 连三九九的路边摊都买不起 你们要去哪啊 我们不签了 对 我不签了 对 我不签了 把昨天晚上的直播分钟 还有广告出几率 减便一个实际点 年龄层分担包来给我 好 君太久藏那边回应了吗 他们的合约条件我已经需要改好 放在你桌上了 杜外傻 你搞什么鬼 你为什么把人都赶走了 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野火 你看不出来啊 给我一杯咖啡 好 全新职人剧 人选之人 照浪者于Netflix上线之后 收视职工收视冠军宝座 在台湾掀起观看热潮 当中女星钟瑶更是获得网友的高讨论度 她在剧中和谢银轩组成 女女CP 圈粉无数 她俩更被封为女同志天才 让我们一起更认识这位从模特转行演员的个性美女吧 谢银轩 中瑶在 人选之人 照浪者首次合作就饰演同志情侣 两人默契爆棚 CP感满满 戏中更是一揪再揪 填翻荧幕前的网友 戏外两人也释出更多放闪照 让粉丝狂磕CP 人选之人 照浪者中的朱莉亚 并不是中瑶第一次演的同志角色 她早在2017年就曾在电影《替身》中 饰演一名帅T直播网红 妮可 无论气质 语调 神态中瑶都完全变了一个人 发气撩妹 帅气荷尔蒙大喷发 不只让女生心动 更有男生害羞表示 被中瑶撩到了 中瑶服装设计学系毕业后 身材高挑的她便以模特儿身份出道 曾支撑前往日本 纽约当模特儿 后来转行当演员 更以替身 获得金钟奖迷你剧集女主角奖提名 中瑶第一部拍摄的电影作品 就是周杰伦2007年的经典电影 不能说的秘密 她饰演女主角桂伦美班上的班长 小花 中瑶曾与男星吴康仁有过一段公开恋情 两人2015年合作电影 《白衣》《欲望迷惘》《相视相恋》 而现在她正与曹燕豪交往 两人因电影《轨迹》《结缘》至今已交往三年 但今年开始时 中瑶曾为彼此关系下了最新定义 像情人又像朋友 中瑶在戏外喜爱户外活动 不管是潜水、露营或登山 几乎样样精通 在她的社群平台上 经常可以看见她晒出外出游玩的照片 她也曾爬上雪山主峰 女星潘慧如也说过 中瑶的外在就是个男子汉 户外活动不管是潜水、露营或登山 几乎样样精通 但中瑶内心根本就是有满满情怀的少女 她很注重小细节也非常重视仪式感 常会记得朋友的生日 甚至给上手写卡片 朋友有任何困难 她也都第一时间关切 安慰、非常暖心 从模特儿转行演员的中瑶 在演戏初期她形象百变 也接触很多性格不同的角色 在演出偶像剧《姐的时代》 主角周凯霆后 她开始以《姐的形象》升值观众心中 《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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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把书念完 然后赶快回来 你跟小孩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回来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跟肚子的宝贝 等你回来 嗯 嗯 在《跟鲨鱼接吻》中 她饰演的杜艾莎为女性时尚平台行销总监 开场不止给抄袭的对手平台一记下马威 还一眼就试破两位即将跟公司签约的网红卖假包 职场女强人气质爆棚 近期中瑶更出演公式新戏 国际桥牌摄外传 和平归来 担任女主 饰演当年SARS期间和平医院的胸腔科医师 陈玉美 这个角色展现《姐的独立与坚强》 是让医院晚辈感到安心的存在 在戏中她诠释出一开始坚守岗位的信念 到后来逐渐崩溃的武力 她的演技让许多观众跟着揪心暴哭